蓝宇地区8号晚上8点多 在岛上某个烧烤店发生了游客和在地居民激烈冲突 根据了解事发主因是 在地民众失信男子和简性游客发生了行车纠纷 后面因为部分的在地民众不满游客行为 在烧烤店想要找这个简性游客来理论 双方就爆发了激烈口角和肢体冲突 台东警分局漏夜派遣20名的刑事和市府警察 搭乘着海巡警艇前往蓝宇来进行侦办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一群人挤在烧烤店的门口 不断的大声叫嚣 并可以看见有人扭打在一起 这起意外冲突发生在八日蓝宇的某间烧烤店外 据了解是一名简性游客与当地的失信男子 在发生行车纠纷后 因为部分的在地民众不满游客的行为 越找简性游客进行理论 但却爆发了激烈口巧冲突 而台东警分局在获知后 也漏夜派遣了20多名的警力 搭乘海巡的舰艇前往蓝宇进行调查 本分局蓝宇分住所 昨天20时43分左右接获110通报 蓝宇乡渝人地区某烧烤店前有打架事件 蓝宇所远警抵达现场后已无打架情势 经查本案是昨天中午11点左右 在蓝岛国小前 在地的私信男子与简性游客发生行车纠纷 后因部分在地民众不满游客的行为 聚集在烧烤店前欲找简性游客理论 并与同团游客发生口角及肢体冲突 导致黄信游客左脚擦伤 另一名黄信女游客疑似受到惊吓 两人均无大碍 针对本案 本分局已与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组成专案小组 并漏夜派遣共计20名刑事与制服警察 搭乘海巡警艇 于事件发生后8小时抵达蓝宇侦办此案 并请台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 目前已锁定6名施暴者的身份 由检察官签发拘票具体到案 并持续收袭违法试证 后续扩大侦办 警方也预计在9日下午 将涉嫌该起事件的相关人等 遣送回本岛侦办 台中警分局也强烈呼吁 警方绝不容许暴力 或任何会影响社会治安的行为产生 对于知识分子一定会严加查办 绝不宽待 记者陈基林来雨香报导